随着新冠防疫措施的放缓 人们恢复日常生活 赴海外旅游的韩国人急需增长 由于护照签发申请量骤增 因此各区厅的护照申请窗口也排起了长队 有关部门提醒 韩国国民在重新申请签发护照时 可在网上直接申请 从而节省时间 据KBS记者报道 首尔中路区厅民院市中午 挤满了前来申请护照的民众 居住在首尔市永登浦区的市民金延熙说 随着新冠防疫措施被放宽 我周围很多人都前往海外旅游 我也打算在今年上半年去海外旅游 最近需要8天左右的时间才能领取护照 平时只需4到5天就能获发护照 但随着各区厅的情况和护照种类的不同 护照签发时间最长可达两周以上 首尔市瑞草区市民嫖龙镇说 上周四我给孩子申请办理护照换新 听说需要8天左右的时间 目前我还没收到联络 所以我来确认一下 新冠疫情蔓延较为严重的2021年 海外旅游人数为162万人 去年增加到890万人 增幅为5倍 护照签发量也急剧增加 2021年护照签发量为69万本 去年增加到283万本 增加了三倍以上 尤其是农历新年即将来临之际 过去每周不到10万本的护照申请量 约增加了50% 韩国造币公社ID事业组组长柳车贤表示 今年1月第一个星期的护照申请量为14.4万本 第二周为14.8万本 预计到农历新年期间还会进一步增加 3.4万本